王贵王现在新竹有一群学生上网去买知名的烧肉店团购优惠券 要定位的时候店家说你这个团购网超卖优惠券 所以店家不认这个账 要学生自认倒霉 然后跟团购网来退费 但是退这个费也太繁复了 那么让学生非常生气 说自己是不是被当成了皮球题来提取 烧肉汽水冰淇淋无限吃到饱 原本499元团购网站下杀 4 5折只要249超低价 让学生二话不说立刻掏钱购买 没想到打电话到店家定位 却得到这样的答案 店家不承认超卖 要学生自行向团购网退费 但仔细看退费程序超繁复 先打电话向客服确认要退现金 或是折抵其他优惠券 之后填妥申请单后寄回总公司 核准后还要等上两个星期 才能拿到退费 过程复杂还要自行付邮资 让学生气的向媒体投诉 结果现在都不能聚餐 就等于说又要再找别家 更贵的餐厅 询问店家老板大声喊冤 因为当初和团购网 只签订500张的优惠券 没有想到却超卖1395张 客人不断上门让他很头痛 店家自认倒霉吸收多出来的团购优惠 消保官也呼吁民众要是碰到类似情况 一定要向地方消保官投诉 否则享受不到优惠不打紧 还得付邮资成本实在划不来 专闲门前往嘉宁新竹采访报道